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江老爷子也太惨了 虽说我并非本地人 但当年爷爷带着陈祠 算是逃难到此 而我的童年时期也是在此度过的 这边地方对我来说 不是故乡 胜死故乡 哪能放着不管呢 想了想 我只能暂时放下地窖里的事情 对葛叔说 得先见见江老爷子才能做打算 此时我们吃饱喝足 喝着闲聊 过了许久打定主意 二话不说 便由葛婶子收拾一些吃食 我带着豆腐往后山山神庙去了 那条和豆腐争抢鸡翅的黑狗 摇着尾巴在前面带路 显得很通人性 豆腐一边骂狗一边问我 老战 你什么时候还会猪鬼了 难不成真要去对付那水鬼啊 其余的鬼我不知道怎么对付 因为它们无心无志 手段多端 得由专业人士出名 不过我听爷爷说过 水鬼又称水粽子 是失变的一种 有形有质 对付鬼我不会 对付粽子 咱还怕吗 民间传说的水鬼有两种 一种是死后鬼魂困在水里 一种是死后尸身所变 成为水鬼 前者我没办法对付 但葛叔给我讲的过程中 描述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 有人在井边朝下张望时 看到过井水深处 有一个毛茸茸的黑影 据说 尸变形成的水鬼 就是一个毛茸茸的球形 长着长长的双臂 有大嘴 有人路过井边 用手将人脱下水 待人淹死之后 再用大嘴吸出人的魂魄 这样 那个人的鬼魂 就会成为新的水鬼 而前一名水鬼 就可以去往生了 这些水鬼找替身的说法 有没有道理我不清楚 但是对付有心有志的粽子 哪怕是水粽子 我还是有把握的 不过在此之前 我得先去看望江老爷子 我们这地方啊 有一处山神庙 是但凡村子里 出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或者是有什么愿求 都是来山神庙的 山神庙是木制结构 供奉着山神 和他手下的金怪 由于村里人越来越少 因此来山神庙的人 也不多了 我和豆腐进去时 山神庙的庙门 有一半已经没了 剩下一半大藏着 门口顶上 挂着一张硕大的蜘蛛 正面爬着一只 五彩斑斓的绿头蜘蛛 神台的拱桌下 随着我们到来 几只受惊的老鼠 嗖的一下 溜了个眉影 豆腐目瞪口呆 就说 可说说 江爷子住这儿啊 妈呀 这地方能住人吗 我小时候 还在山神庙里玩过 那时候 经济不发达 乡下人也没有往城里游 我们村 还是很热闹的 说到山神 我倒想起一件 奇怪的事 我从小 天不怕地不怕 满山遍野乱窜 村里孩童 以我为首 有一回 我们跑到山神庙里 江胖子尿急 指着神台 就说 咱们来比撒尿 看谁在确确尿得远 一帮小破孩 就自然乐意啊 就几个女孩子 跺脚无脸 跑回去 说要告诉大人 说你们几个耍流氓 说着便往回跑 我心说 我是老大呀 自然我尿得最远 那时候啊 小孩子虚荣心 是特别奇怪的 在这个比赛上 所有人都非常重视 我们战胜一排 神情严肃 齐刷刷吐了裤子 都出一排 颜色不一的光钉子 数个一二三 就开始撒尿 将整个神台 都弄湿了 那次我得了第一 当时十分得意 结果回家之后 当天晚上就发高烧了 做梦梦见一个 盖着红布的人 飘在地上 把我举了起来 捏着我的双脚 将我当风车 再抡着 甩啊甩的 甩得我头晕脑胀 胃力翻腾 眼一睁 头一歪就吐了 爷爷着急不已 当时嘴中念叨什么 什么凑什么的 那会儿啊 我还不知道 现在想来 爷爷念的可能是诅咒 他巴承以为 我要让诅咒给夺去性命 后来我晕过去 说着胡话 烧了好几天不退 等醒来时 才听人说 爷爷知道了 我们在深岸上 比赛尿尿的事 去给山神爷 烧了半夜的香 还连夜做了一张 新的深岸 给换上了 我的病 这才不治而愈了 此刻 看着眼前破络的 山神庙 我又想起了爷爷 心中沉点点的 紧接着挨着身子 避过头顶蜘蛛网 和豆腐 就走进了山神庙 豆腐喊着 江老爷子 我们来看你了 给你带吃的 你在吗 我张头色望 却见山神像 还是当初那座泥像 半个身体 裂开一条缝 奇怪的是 这地方到处 都肮脏不堪 唯有这神像 倒是还干净 我心想 莫非是江老爷子 在打扫呢 是了 他一家子 都死在水鬼身上 正常人 遇到这样的事情 肯定都会将一切 寄托在神灵身上了 豆腐喊完 没人搭话 正殿不大 一眼便瞧了个遍 我估摸着 人是不是不在 便带着豆腐 往偏殿走 谁知 脚踩到门口 一个黑色身影便猛然 朝我扑了过来 那身形来得虽然突然 但动作却不快 我立刻闪避开去 定睛一看 却是一个 蓬头垢面 满脸周纹的老人家 身上穿的衣服 布满黑色油光 散发出恶处来 纵使时隔多年 我还是认了出来 心中一酸 叫道 张老爷子 我是陈璇啊 你不记得我了吗 对面比乞丐还不如的老人 眼神浑浊 嘶哑着声音 喃喃说道 陈璇 陈璇 啊 是我孙子小胖的好朋友 我忍下心中的难受 说 是我 我来看你了 对面的老人神志似乎有些不清 指着偏殿脚 一架破栏木床 说 陈璇 你爷爷怎么没来啊 坐 爷爷给你拿糖 是你姜叔在城里买的 可甜了 说完 便在四面透风 肮脏不堪的偏殿里 转悠兆堂 别说我 豆腐 心中是最软的 眼眶一红 就说 这老爷子过得太惨了 老陈 咱们得帮帮他呀 我看姜老爷子骨瘦如柴 怕是没吃饱过 忙说 把吃的拿出来 让他先吃饭 我们给姜老爷子 带了一些干食 还有剩下一小半碗的炖鸡 姜老爷子闻着肉味 就忘记给我找糖了 盯着我的碗 直咽口水 豆腐将碗端过去 说 老爷子 别客气 赶紧趁热吃了 姜老爷子也不说话 直接端过碗 用手抓 狼吞虎咽起来 我和豆腐在旁边拉也拉不住 只能随他去了 待他吃完 便开始和我闲话家常起来 人家小子 你爷爷怎么没来呢 他好久都没找我下棋了 豆腐砸了砸舌 压低声音 对我说 完了 老爷子是彻底疯了 我瞪了他一眼 示意他别开口 便说 他还在外面忙 有机会 就来看你 等姜老爷子西去 八成能在他地下和我爷爷碰头下棋了 他点了点头 又说 一转眼 你就长这么大了 你是来看小胖了吧 他又不知爷哪儿去了 你在这儿等等啊 一转眼 又盯着豆腐 眨了眨老眼 说 这皮肤白的 模样真俊 是你闺女吧 豆腐文言 煞是被自己口水呛出了 一脸的悲愤 我先说 看来姜老爷子不仅神志失常 也老眼昏花了 便说 朋友有这样的闺女 我第一个把她卖给人贩子 老爷子 我这次来 是想请你帮个忙 虽说 从葛叔嘴里 我已经听到事情的经过 但是想对付水鬼 首先得把她引出来 这几天天晴 水鬼不可能自己上来 我也不可能就在村里等着下雨 老年间的说法 说粽子害人 是循着血缘味下手的 也就是说 先害亲人 要想将水鬼引出来 或许还得让姜老爷子 露个面 这十年来 人人都躲着那口鬼景 井中水鬼 必定更加凶寒 绝不可能下水捉捕 只有将它引出来 那才行 可现在 看姜老爷子的情况 我实在是有些担心的 帮忙 江老爷子说 你是不是又偷看小绢子洗澡 被逮住了呀 我看豆腐笑得打滚 赶紧干咳了一声 转移话题 老爷子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您就别记在心里了 顿了顿 我试探地问 你还记得 您家门前 那口井吗 这个井子 仿佛开启什么机关一般 姜老爷子 瞳孔瞬间放大 仿佛在虚空中 看到什么 脸上松松垮垮的皮 跟着颤动起来 片刻之后 捂住脑袋 只留给我们一个 肮脏乱蓬蓬的头顶 豆腐停止了笑声 慢慢爬起来 看着姜老爷子 颤抖的双肩 就说 老人 老爷子在哭了 咱们别再刺激他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 心说 我和姜胖子相识一场 不能让他家 白白遭这种痛 老爷子 能想起那口井 就说明 神志还有清醒的机会 现在不刺激他 恐怕他就要浑浑噩噩 含恨而死了 当即 我朝豆腐摇了摇头 示意他不要阻止 慢慢地说 十年前 小江淹死在水井中 最后又是你儿媳妇 最后是你儿子 然后 你请了一个阴阳端宫 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江老爷子越斗越厉害 片刻之后 抬起头 恶狠狠地说 水魁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像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